大陆天津市总工会一行人来到新竹市职业总工会参访 19号的拜会行程 双方就各行各业以及保障劳工问题进行会谈 最后双方以互赠纪念品表达对此次参访的重视 不下午次来到新竹了 每次来看到我们新竹的变化 其实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我们两市之间的这种民间的往来 我们劳工和工会的往来 增进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了解 共同发展 为我们的市民也好 为我们的下边的我们的劳工也好 过更好的生活呢 贡献我们的力量 双方在相谈盛欢之余 也以书法进行文化交流 并以两岸一家亲隔海不隔心 作为互访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们跟天津总工会 这边的领导来交流 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跟天津总工会 有互动的来往 来发展我们各工会的好的地方 天津市访问团一行人包含各行各业 尤其参访团的成员 还是今年度获得模范劳工的代表 大多数成员也是首次来到台湾 在访问行程中成员们也对台湾的人文风情 感到相当亲切 也希望借由工会互访 加深对两岸劳工的了解程度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